編曲王響輝 歡迎各位來到記者會 行政長官會首先發言 接著會有記者回答 每位傳媒機構代表 可以發問不多於兩條的提問 現在有請行政長官 我在11月28日按中央人民政府根據《香港國安法》第11條提出的要求向中央提交報告 並在報告中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香港國安法》第65條作出解釋 以釐清根據《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 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或大律師 可否以任何形式參與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 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天就《香港國安法》第14條以及第47條作出解釋 我表示歡迎和感謝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說明了以下幾點 《香港國安法》第14條有權對是否涉及國家安全問題作出判斷和決定 其決定具有可執行的法律效力 香港特區行政、立法、司法等機構 又或者任何組織個人 均不得干預香港國安委的工作 第二 關應尊重並且執行香港國安委的決定 第二 特區法院在審理國安案件遇到有涉及有關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 或是否涉及國家秘密的認定問題 應當向行政長官提出並取得行政長官就該等問題發出的證明書 上述證明書對法院有約束力 第三 有關不具有香港特區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 是否可以擔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辯護人 或者訴訟代理人 這個問題是屬於《香港國安法》第47條所規定的需要認定的問題 應當取得行政長官發出的證明書 如特區法院沒有向行政長官提出並取得行政長官就該等問題發出的證明書 香港國安委根據《香港國安法》第14條規定履行職責 對該等情況和問題作出相關判斷和決定 香港國安委和特區政府會全力落實釋法內容中所講的責任 這些工作包括 第一 香港國安委 就不具有香港特區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 是否可以擔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辯護人 或者訴訟代理人 是否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 以及應當採取何種政策作出判斷和決定 第二 香港國安委會積極履行《香港國安法》第14條的職責 包括 一 分析研判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形勢 規劃有關工作 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政策 第二 推進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建設 第三 協調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重點工作和重大行動 工作第三 特區政府會評估風險 積極考慮法律執業者條例有關專案應許條文的修訂工作 強化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保障 第四 特區政府會履行《基本法》第23條的憲制責任 以及《香港國安法》第7條的規定 盡早完成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本地立法 並且按照《香港國安法》實施和維護國家安全的新形勢、新要求 完善本地相關法律、充分運用本地法律解決香港國安法實施中 遇到的有關法律問題 有效、防範、制止和懲置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和《香港國安法》賦予的權力 解釋《香港國安法》的條文 明確了相關條文的法律含義、確立原則、確保特區各個機關 更準確履行《香港國安法》規定的相關職責 對進一步完善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以及有效維護國家安全有重大意義 釋法體現了法治原則 若果各國安法全國人大常委會 當國人大常委會 當國人大常委會 當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 按憲法和香港國安法 對法律的解釋 有最高權威性和約束力 而香港特區法院 當基本法 獨立行使審判權和終審權 這個憲制安排,充分體現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 和香港法院的獨立審判權和終審權 在特區法制法律制度裏面,各自履行它職能的法治原則 釋法,也都清晰展示了香港國安法 和特區現行的普通法制度的銜接和兼容 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 香港特區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堅決維護香港國安法的權威 堅決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和義務 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現在是記者答問的環節 請你先說出你代表機構的名稱 每位請發問多於兩條問題 前面白色衫 特首你好,明報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在就著國安法的四十七條的判斷 這些涉及國家安全行為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是由誰去判斷?是由法院還是你 或者國安委呢?什麼時候去判斷這些行為之前 是不是可以司法覆核呢? 還有會不會引起外界的擔心 譬如國安委是隨時可以介入一個刑事的審訊 譬如說被告是否可以獲釋 海外的法官將來是否可以參與國家安全的一些案件 這些都可能會引起所謂國安委釋法的問題呢? 第二就是你剛才提及修改法律治療法律者條例的本地規例 這個修例是否只是針對海外沒有本地資格的律師 還是可能其他本地律師都有一個審查的機制呢? 政府整體的立場上來說 對於海外律師的制度是否仍然歡迎他們 來參與其他刑事或民事案件呢? 謝謝 根據《國安法》第四十七條 它的條文是清晰說了 有關認證的問題 是行政長官會發出這個證明書 當然,那個決定權就是在行政長官那裡的 但是行政長官作出這個決定的時候 當然是會充分考慮所有因素 特別是行政長官掌握到的事實和資料 從而去判斷有關的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 又或者有關資料是否涉及國家秘密 這是行政長官的決定的 而這個決定權力 其實在《香港國安法》頒令實施的時候 已經是在條文中清晰說了 所以這次的釋法 在這方面是沒有增加任何行政長官的權力 那麼國安委呢 國安委呢 在他的權力呢 也都清楚在我們《國安法》第十四條裡面呢 是講述了的 而國安委作出的決定呢 剛才所講的 在釋法裡面呢 是講得很清楚呢 他作出的決定呢 是有這個法律效力的 但是呢 在國安委作出任何決定 當然呢 他是會充分考慮 在法律條文裡面 包括《基本法》 包括《香港國安法》 以及《本地法律》裡面呢 所涵蓋的範圍 所以他的決定也都 必然是會符合法律原則 另外 剛才你所講 國安委有關釋法的權力呢 是不正確的 國安委是沒有釋法的權力 釋法的權力呢 只是在人大常委會 剛才我都講清楚 是根據憲法 根據《香港國安法》 而對於《香港國安法》作釋法的 所謂國安委是沒有釋法權的 另外 我們所提及的 今次要處理 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 海外律師呢 去針對所講的呢 是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的 所以 所涉及的範圍呢 是很窄的 而香港絕大部分的案件 都不是 跟國家安全有關的 因為自從《香港國安法》 所穩定 涉及香港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很多呢 都是 在我們看到 在2019年 所發生的 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和行為 而引申出來的案件 所以 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 已經是 屬於我們整體罪案的小部分 我亦相信 在我們繼續有效落實《香港國安法》 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 應該都會減少 而海外的律師 在其他案件 即是不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 我們是無任歡迎的 因為事實上 過往 海外的律師 只需要他們拿到 專案的許可 就可以參與我們 一般的刑事案件 甚至是其他案件 所以在我們所說的 只是針對 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的一個範圍 另外一件事就是 今次在釋法裏面 它是提出了 在涉及 什麼行為涉及 危害國家安全的認證問題 跟著 國安委是有職責去判斷 以及作決定 是否是涉及 國家安全的行為 不是的 而作出了那個判斷和決定 是什麼呢 都是要按著 面對的事件 決定的細節 都未必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 非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裏面 無論我們將來的法律修訂 我們都不影響海外的律師 在當他們獲得 法庭批准的專案許可之下 參加非國家安全行為罪行的案件 所以我們要明白 所以我們要明白 今次是所針對性的 是一個很指定的範圍 我們完全是歡迎 海外法官在 符合要求 而又是獲得法庭批准 他專案許可的情況下 來參與香港的法律工作 下一條提問 前面黑色衣服 西莊 行政長官你好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記者 回歸25年來 全國人大常委會 六次對基本法作出解釋 涉及到居港權 政制改革 特首任期等等問題 人大釋法可以說 已經成為了 香港回歸之後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 你認為全國人大本次釋法 如何能更好去釐清 香港國安法立法的原意和目的 去確保國安法在香港得到完整 準確的落實呢 謝謝 首先在香港國安法頒領實施之後 大家都看到 整體香港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是受到控制的 香港社會大致是回復平穩安全 市民可以進行自己日常的 正常的社交活動 日常的生活等等 所以在我們實踐香港國安法的成績來說 我覺得香港整體是達到我們預期的成績 但是在國安法頒領實施之後 在我們實踐的過程 出現一些新的問題 或者對於有關條文的解釋 社會可能有不同意見 而全國人大常委 就香港國安法的條文 作出解釋的重要意義是什麼呢 第一 因為它是我們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 的常設機構 對於解釋法律的權 是屬於最高權威 而且有約束力 可以一除定陰 不需要在社會裏作出任何爭議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這次的釋法 你看到是在指定範圍 它針對性地去處理某一個原則 它也不是針對個案去作釋法 而這個原則的確是釐清了特區在履行 維護國家安全責任方面的 法律責任和法律的義務 所以對於整個特區 包括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 都很清晰地讓我們知道 在有關這方面 我們真真正正應該如何履行我們的責任 而且這次釋法也明確說了 香港特區國安委的責任和職權 所以在我剛才說的 我們是會積極履行香港國安委 在第十四條需要履行的職責 包括我們是會很積極地去針對我們 建立一個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推動這方面的工作 而這次釋法是正正應到我們 在面對新問題的時候 原則性給了一個很清晰的內容和路徑 讓我們向著履行局維護國家安全的任務 全力去實施到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 所以是有助整個特區在履行 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和義務 所以我覺得這次釋法是有重大的意義 而且我強調這次釋法完全體現了 香港法律制度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 以及香港法院的獨立審判權 以及終審權 在這個法律制度裏面 是各自履行職責的一個法治原則 充分體現的一個事情來的 所以是非常正面的 好 下一條提問 前面電腦黑色衫這位 Good evening Mr. Lee 李先生 我是南華早報 有些問題要問你 首先 人大常委釋法 即是沒有全面執業的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法 其實就是可能是你有份決定 現在黎智英是否可以申請海外律師來幫他辯護呢 有關的程序要做些什麼呢 特首有權力去決定海外律師是否容許參與這些案件 其實因為這個其實是有利益衝突的 對案件被告是否公平 另外 政府怎麼修 政府說他會修訂法律執業者條例 怎麼修訂呢 有沒有時間表 另外 就是關於海外律師 不可以參與 國安法的案件 但是呢 如果不涉及國安法的案件 海外律師就可以參與這樣是否公平呢 你問了很多問題 超過了兩條 不過我就盡量回答你的問題 首先 我們要看清楚 今次釋法的範圍是什麼 就有三點 第一 釋法講及的就是 有關 香港國安委的職責 也都講到 國安法第14條及第47條 有關於判定 一個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 或者有關的材料 是否與國家秘密有關 這次釋法令我們更加理解 《國安法》在這些範圍裡實際的解釋是什麼 有關於你第一個提問 就是有關黎智英的案件 首先這次釋法不是就於個別案件去做的 解釋其實是講一些原則的問題 這個原則就是第14和第47條是如何適用 即香港是可以怎樣利用這兩條去解決它面對的問題 其實是一個原則的問題 這個原則也可以用來解決將來 香港特區政府在執行《國安法》的時候遇到的問題 所以說的是原則不是一個個案 所以就是由香港去利用第14和第47條 處理有關的案件 意思就是說在這個案件裡面 我們處理的問題 我們的意思就是指香港特區政府 處理的問題 就是究竟海外律師 就是究竟海外律師 而這些律師是沒有全面執業資格的話 是不是可以參與國家安全的案件 所以其實就是由特區政府去處理這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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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另外特區政府是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 特區政府的能力也都應該領行自己的責任 就是看一下海外律師 他們沒有香港全面執業資格 是不是可以參與國家安全的案件 首先就要考慮到所有的風險 另外政府也要看看用什麼方法去處理 同時香港國安委 也可以利用第14和第47條 去處理一些特定的問題 國安委做了決定之後 特區政府就要看看究竟如何執行 行政長官是有權發出證書 去認定某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 和有關的材料是否一個國家機密 這個權力自從國安法公佈和實施之後 已經是給了特首的 從第一天特首就已經在法律公佈和實施的時候 有這個權力的 行政長官的責任就是考慮了他所有的 所得的全部資料 去做一個判斷 然後去認定到底某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 這個權力自從國安法公佈和實施 這個就是關於發出證書 認定的問題 在任何審訊中 在任何審訊中 法官就是會考慮 案情和證據 然後做一個判決 所以 法官是要考慮 這個 有沒有認定 有沒有證書的問題 至於一個被告人是得值 還是定罪呢 就是由法官是獨立地 來根據有的證據和案情去決定 是不受任何干預 關於說法律執業者條例 是否需要修訂呢 特區政府在履行 它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的時候 必須是要衡量各種的風險 到底 容許一個 沒有全面執業權的律師或者大律師 來參與某些案件 是有什麼潛在的風險呢 然後我們就考慮 是否應該要修訂法律執業者條例 我們有決定去修訂這條條例的時候 一定是會向立法會提交一條的修訂草案 那麼立法會就會根據既定的程序來審議的 我必須要強調 我現在所說的 和我們現在要處理的事項是 一個範圍很狹窄的問題 就是 去考慮 一個 一個是在香港沒有全面執業應許的律師 應不應該參與國安法的案件 除了國安法的案件以外 他們是非常之歡迎 只要他們符合有關的程序 去取得 就這個 個別案件的應許 得到法庭的應許就可以了 關於時間表方面 我們會很快 衡量所有的風險 好像我剛才所說 我們一有決定 就是會 開始修例的工作 我們會盡快做的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海外的律師或者大律師 在非國安法的案件 是否能夠參與呢 這個問題我回答了 我非常之歡迎他們 他們以前都有參與過 只要他們符合所有 所有有關的程序和資格 也都得到高等法院的 就個別案件的應許就可以了 條問題 前面黑色衫女記者 你好特首星島的 今次釋法有兩條 包括國安法第47條 就是由特首發出這個證明書 第14條的國安委 都是由特首擔任主席 兩條都是由特首掌握最終決定權 請問你 你決定的準則是什麼 還有擔不擔心 你說掌握的事實和資料不準確 就是令你的決定有誤差 還有你每次決定 會不會首先向中央尋求意見 還有另外有議員 就說可能釋法會出現後遺症 令外界擔心香港的司法獨立 受到影響 你預計會不會出現後遺症 你覺得法律界會不會有反彈 麻煩 第一 第四十七條所說 香港國安法第四十條所說的行政長官去發這個證明書 這個權力在香港國安法頒實施已經存在 不是因為釋法有任何改變 第二 在第十四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它有不同的成員 包括有三位司長 有保安局局長 有三位處長 有特首辦主任 也有由中央委派的國安顧問 所以國安委是由行政長官做主席 但是國安委所作的決定 也是國安委的整體決定 不是一個人的決定 所以國安委的決定 是屬於國安委整個委員會的 當然行政長官作為主席 是有去舉行會議 是推動討論 以及最終是支持委員會 在討論裡面的一些議程 以及他們的討論方式 但是我必須強調 國安委是一個委員會 而國安委的決定是屬於委員會的決定 所以在作出任何決定 都一定是充分考慮 所有在委員會裡面掌握的資料 以及一些實際情況 而最後作出判斷和決定 第二 在我們處理香港國安法的事情裡面 其實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 中央是信任特區 所謂授權特區 經過香港國安法 授權特區去處理 維護國家安全的一些案件 所以香港特別行政區 在這個授權之下 是會根據法律的原則 以及所掌握的證據 是作出決定的 另外 今次的釋法 我剛才都說 是充分體現了我們的法治原則 我們是充分地體現了 在不同方面 在我們香港的法律體制裡面 是各自執行職權的司法精神 法治精神 這個包括是什麼呢 是全國人大常委會 它按住憲法 和香港國安法的釋法權 而香港的法院 是按住基本法 亦都按住香港國安法 去行使他們的獨立審判權 和終審權 這個正正體現 在我們整個香港法律制度 在處理危後國家安全 罪行方面的 履行的 法治原則 這次的釋法 充分讓所有人都看到 依法治國 和香港特區 是依法去行使 這個法治原則和法治精神 是對於香港整體的法治制度 和法治原則 是有正面的作用 也有正面的意義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釋法 只會是增加了市民 又或者國際人士 去更加了解 在香港國安法的實施裏面 我們是怎樣慎重 兼且重視法治原則 以及堅持去維護被告人的權利 包括他有公平審訊 包括他在法律上面 應該享有依法的權利和自由 所以你看這次釋法的範圍 也是很有指定性和針對性的一個範圍 是制定原則 不是處理案件 這個充分是體現了 在我們整個國家安全執法的過程中 是重視法治原則 所以我會覺得是一個正面的 是一個正面的作用 而且我相信法律界更加重視 我們在執行任何責任或職責的時候 是依法行事的 這次正正是依法行事的 一個很清晰和全面的表現 我們回答最後一條問題 後面粉紅色衣服 帶眼鏡記者 李先生 我是林華早報的 首先就是代表被告人 如果它涉及一些國安案件的話 就是由你或者由國安委去決定的 你就說了國安的案件是一個很窄的範圍 但是在這麼窄的範圍裡面 其實國安委都已經高於香港的所有法院 你是國安委的主席來的 就是說你作為一個法官 是高於其他所有的法官 另外你說如果不是屬於國安法的案件 那海外律師就可以來參與 但是海外來的律師 他們有時未必只是做非國安的案件 你怎麼跟海外律師說 哪些才是非國安的案件 或者哪些是屬於國安的案件 你可以重複你第一個問題嗎 因為你問了幾多個問題 沒有 可以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根據釋法海外律師 在國安案件裡面代表被告人 其實這件事就是由你和國安委去決定 是不是屬於牽涉國安的 那雖然這些案件是一個非常窄的範圍 但是在這個這麼窄的範圍裡面 國安委已經變成 地位高於其他法院的 凌駕了其他法院的法庭 而你作為主席也都凌駕了其他所有的法官 首先 這次的釋法 很清楚解釋了 國安法的目的 釋法講清楚 特首在決定 某些行為 是不是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或者是不是屬於國家機密的資料 很多的行為活動 其實在執行的時候 取決於他們的目的想做什麼 所以 有很多的行為 可能是 危害國家安全 所以有很多的行為 這些情況可能出現在 我們的國家 或者其他國家 比如說 比如說 一些間諜 或者其他國家安全的行為 或者其他國家安全的行為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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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第47條的證明 這個權力 其實 在 國安法 頒布的時候 已經有了 對於第47條的解釋 其實 沒有給到額外的權力 給特首的 他只不過是履行 已經有的 一個證明的權力 另外 其實他 在 決定這個認定問題 的時候 發出證明書 他不是去判定這個案件 他只不過看回有關的資料 所以 法院 就會 看 所有的案情 證據 而後面雙方 也會提出他們的理據 所以 行政長官 不是做了法官要做的事情 你這樣看是錯的 因為行政長官不是法官 所以 你剛才這樣形容這件事 就是錯誤的 行政長官不是凌駕於其他所有的法官 因為這個證明書只不過是 是 會處理究竟某一個行為 是不是涉及國家安全 香港的國安法 只是說了四類的行為 但是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可能是超越了 這個四類的國安罪行 所以我經常都告訴大家 香港國安法 只是處理一些特定的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事實上 有很多其他的活動 都會 危害國家安全 但是 就沒有包在 國安法底下 這些就會 譬如 在其他的法律底下 譬如說 叛國 國安法 就沒有包半國的 但是 香港的其他法律 就有包半國 所以 其實那個 複項範圍 是會 多過 國安法 所以 特區政府 有責任 去履行 基本法的第23條 需要立法 以及 要 改善法律制度 以及執行機制 以保障國家安全 這件事就透過本地立法去做了 其實所有的政府 政府 任何國家的政府 都有責任 要確保 自己國家的 國家安全 他們做的 就可以透過 立法 因為 保障國家安全 是非常之重要的 是國家級的責任 其實所有國家都有這個責任 去保障自己的國家安全 中央政府 委託香港特區政府 對於維護國家安全的事項立法 根據《基本法》和《國安法》 香港是有這樣的特限制責任的